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在這邊快速的為大家介紹一個優質的輔助教材 Jestec Jestec是一個優質的輔助教材 它除了體積小攜帶方便以外呢 它也提供了我們一些簡單的思考模式 讓我們能夠用這些簡單的思考模式 對於一些艱深的音樂、艱深的和弦、快速的入門 接著我來為大家快速的介紹裡面幾個使用的小訣竅 Dm7 一樣,首先我們先將歌曲中的和弦的卡片挑出 那假設我們挑到的是Dm7這個和弦 那麼就將Dm7的卡片拿出來 然後將它翻到背面 那麼你可以在最上面看到Dm7的組成音 這就是它提供給我們第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思考模式 遇到Dm7的時候你就可以彈Dm7的組成音 就是D F A C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聲音更富色彩與變化的話 那麼你可以使用中間方框裡面的音符 也就是彈奏一個Am7 意思也就是我們要在Dm7裡面彈奏一個Am7 那麼它利用這樣子簡單的想法 在Dm7裡面彈奏一個Am7 使我們彈奏上面的音符 多出了一些比較遠的延伸音 使我們的彈奏更附不一樣的色彩與變化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黃色說明卡的地方 上面方框第五點有提到 如果音和音之間是差小三度 也就是差了三個半音 那麼這兩個音我們就可以用半音的方式做彈奏的連接 也就是在Am7的A到C之間我們可以用半音來彈奏 還有E到G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用半音來彈奏 的音符 的音符 谢谢大家